相比起楼玄影的惋惜 墨景浩连眉头都未皱一下 丛容地端起桌上的酒杯继续喝着 与喜糖里紧张的气氛格格不入 楼玄影瞥了他一眼 暗暗赋飞 冷血 再一看 周围的宾客全躲开了 只剩他们俩还坐着 砰的一声 一名黑衣人撞在他们旁边那张桌上 强大的冲撞力使整张桌子碎裂 菜肴也散落一地 黑衣人翻滚了两下 口吐鲜血倒在楼玄影的脚边 死不瞑目 他眉毛只是微微一挑 拖着下巴观望 皇家侍卫果然不是徒有虚名的 黑衣人即使有命闯进喜糖 也没命接近那些宾客 几招过手后皆惨死 可却仍不断有人闯进来 又一个黑衣人被打飞过来 眼看就要落在他们这张桌上 楼玄影已做好跳开的准备 却发现墨景浩仍不为所动地坐着 喂 他还来不及跟他说上话 就见他头也未抬地 仰手飞起一张凳子 硬生生将黑衣人拦截下来 武功果然高深 楼玄影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然而当他低头一看时 头痛地发现 那黑衣人又死在了他的脚边 死尸啊 连命都豁出去的 他们这样做有意思吗 他们中进来做什么 刺杀你父皇 墨景浩倒是挺佩服他 碰上这种场合毫不慌乱 有多少千金小姐能做到这样 他不答反问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在这种场合行刺 怎么可能 我又不傻 墨景浩去了他一眼 本王以为 问出那种问题的人 应该也聪明不到哪去 嘲讽他 楼玄影鼓着腮帮子瞪他 哼 自以为了不起 自大狂 喜堂内 黑衣刺客已经几乎被消灭 而院子里格斗声仍然不止 往那被侍卫层层护住的人堆望去 以不见墨玄明的踪影 你父皇逃走了 他应该不喜欢听到你用这个字 好吧 他被护送走了 行吧 楼玄影不想纠结字眼 端起茶 同样悠闲地品了起来 皇抚尘进来 看到的就是这画面 突然发生这种意外 喜堂里所有人都下得腿软了 只有他们俩竟然还在品茶品酒 果然绝配嘛 拜托 你们好歹也表现得跟平常人差不多呀 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样很突兀 新人一个是你的二皇兄 一个是你的三妹 皇抚尘送了他们一个大白眼 边说着边指着他们俩 感情不深 墨景浩缓缓吐出这四个字 关系不合 楼玄影赞同的点头 也总结了四个字 够绝 你们简直绝配了 先不跟你们说了 事情有些棘手 景浩 暗夜火白泽借我 护送楼玄影也离开 估计来不及了 墨景浩话音刚落 一个标状大汉 拎着一把巨型大斧杀了进来 让他惊讶的是 那人竟然是独臂 一半的脸已经毁容 看起来极其猙獰 该死的 狂影竟然也参与这场烈杀 黄斧尘丢下这句话 直接飞身过去 楼玄影眨了眨眼 总算明白黑衣人的目标 他们竟然是冲着楼仙雅来的 为什么 和那人一比黄斧尘的小身板没事吧 他不是狂影的对手 墨景浩 你不是把黄斧尘当好兄弟看吗 兄弟有难 你居然这么安然地坐着 他抿着嘴 并不想答他 可在他鄙视的眼神下 只能无奈地开口 白泽暗夜会出手 白泽暗夜 他只见过白泽 至于那个暗夜 没听过 更没见过 环顾四周 却连白泽的踪影都没发现 高手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 黑衣人死伤惨重 却依然前仆后继地往前冲 然而渐渐地 皇家侍卫抵抗得越来越被动 伤亡也开始加重 娄显影看着院子里的死伤 眉头也拧起 这情景可是他从来未经历的 也太惨烈了 喂 墨景浩 那些侍卫是不是有些不对劲 嗯 墨景浩只应了声 就再没下文 师父 我来掩护你 喜堂外 飞窜进一个矫健的身影 加入打斗行列 有了帮手 那个猙獰的大汉施展起来 更是得心应手 只拆了数招 便逼近了楼弦崖等人 他手中的大腹轻轻一挥 挡在前头的侍卫 拦腰被劈成两半 很多也口吐鲜血 倒地不起 救命啊 楼弦雅尖叫一声 幸得墨洪义将他扯离 两人却没配合好 他连滚带翻摔到后头去 整个人撞到桌脚上 额头流血 当即昏了过去 白泽 墨景昊终于看不过去了 冷声下令 青色的身影一晃进了喜堂 白泽举刀硬生生拦下了狂颖挥下的大腹 刀光剑影下 两人都被逼得连连后退 白泽 他再次交给你 我先把这个碍事的家伙打倒 黄斧尘说完 专心对付起狂颖的徒弟来 他的身手不差 加上还有众侍卫的帮助 黑衣人渐渐处于下风 在黄斧尘最后宁丽的一掌中 他被打飞出去 身体呈抛物线飞出去 再次落在离楼玄影不远处 恰在这时 震天动地的脚步声传来 楼玄影透过门厅 发现一名将军打扮的人 带领士兵将整个王府团团包围 把这些黑衣人制服 押入大牢 狂颖 你已经被包围 劝你速速救勤 洗堂里 狂颖依旧不为所动 直朝目标袭去 黄斧尘和白泽合力抵挡 僵持不下 楼玄影一直观望着院子 没发现 刚才被黄斧尘打飞过来的黑衣人 突然爬了起来 身形一闪 大手掐住了她的后颈 手中的剑也架上了她的脖子 不给她反应时间 她拖着它就往前走 玄影 楼成德看到楼玄影被挟持住 神情有些担忧 不想她死 就让我跟师父离开 我不走 在我狂颖这里 从来就没有放弃说 狂颖犹如发怒的狮子 大吼一声 手中的巨斧挥得更猛了 师父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上 弟兄们死得死伤得伤 楼玄影 第一眼瞟了下脖子上那把利剑 头皮有些发麻 大哥 别激动 我的脖子还在你的剑下 而且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你拿我威胁他们 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我的死活 除了我自己以外 跟任何人都没关系